登上X的戰後解說 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講解最後一場登上X的戰後解說 這次實在是令人非常興奮啊 就是這是最後一場在這個強塔S加9之後 過完這場之後我們就是首次登上X了 實在太令人興奮了 那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這個影片吧 最後一場是遇到的XPOWER推定是2010 對面有中滾 中滾草莓推槍跟這個新版的雙槍 數球的 好一開始我們還是一樣在左邊就會先稍微丟炸彈牽制 然後來看一下狀況 好的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大家都還沒有先探出頭的情況 那這時候已經先擠大絕了 先看一下場地 主要還是 重的還是先不死喔 好我們已經先拿下一個人了 好但我們這邊死了兩個 好現在是二打二的狀況 啊啊啊啊我這個一個不小心就被殺掉了 好現在算是處於劣勢了 好重新返回戰場 好先拿下一個 兩個 好敵人已經丟了大絕了 這個中滾應該是比較棘手了 因為範圍又遠 攻擊又搶 好 啊啊啊也不小心 這個草莓槍跳射的時候其實距離也是蠻遠的喔 畢竟它是跟紅霜槍一樣 所以大家在對槍的時候還是要小心一點 好的被小推一波但是沒有關係 換另外一個位置 繼續反壓制 好我們現在三打二 好炸彈也炸到了 炸彈真的是丟準的時候真的可以起到一個非常好的前進作用 好上塔 好我們現在三打三OK可以丟個大絕 因為我想說應該可以往前推技一小波 來看一下隊友有沒有 細時的做一個反應 好上塔一下以後就馬上下來了 可以放在最後一個大絕 但是好像沒起到什麼作用 這時候就是冷靜不要緊張 稍微小推一下讓塔稍微前進一點點我們就可以下來了 上塔 啊這個就是沒有看到粽子炸彈這個非常可惜 但隊友還是不錯已經 往前推了現在 在我們是 二打二的情況下 敵方還有兩個人 然後我們也有兩個人 但是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末的分布 欸今天再來換一個顏色 欸紅色 就末的分布 目前 我們的分布還算是蠻多的 然後再來是 他們也死了兩個 所以 這個推進 這個這個 OKOK這個推進 目前來講應該還可以再持續推進 非常好 OKOK往前推小推一波 這時候再趕緊回戰場上 然後還是趕快把末少爺先補一下 但是這個末水管理大家還是要 稍微注意一下 在這種最後一場的關鍵時刻 其實非常重要 好 數球開出來了 好木炸到人 好換我們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因為人數 差不多的情況下 我還是會 就是想要把戰線 就是維持在中間 喔 被丟了一個有扇彈 喔 這個有扇彈丟不錯 就是大家如果有用這個草莓槍的 就是 新版草莓槍的話 就是 其實 有扇彈 欸怎麼又變成這個顏色 再 再換 好換藍色 就是有扇彈 有扇彈其實 就是 蠻建議丟在 敵方 就是你大概可以看到敵方的人數以後 建議丟在敵方可能會後退的這個位置 因為如果譬如說現在敵人前面有兩個 那 你有扇彈如果丟在後面 因為他範圍很大 所以通常這個時候我們只能前進 但很有可能就會造成二打一 就會死掉 那或者是譬如說二打一 那我覺得情況不理 所以我往後跑 往後跑 但是我沒有發現這個大絕獸 然後通常往往就會起到一個很大的作用 所以有扇彈 其實我看到蠻多人 我自己也會 就是丟比較後面一點 扇彈 好 繼續 OK了 但是我發現所以我沒有死掉 欸我發現一個人流過來了 好 這個這個時候還是要仔細看一下喔 就是如果我們在場上應對的話 還是要隨時隨地看有人會流過來 就是主要還是要去觀察這個波 就是 全數有沒有 穿墨魚人者的時候 是會有波形的 那這個 有沒有發現這個其實非常重要喔 因為 乍看之下我們的墨好像還蠻多 可是還是很多 高手玩家都會這樣翹翹的流過來 可能 就把你殺掉 那對於整個戰局來講其實就是 影響會很大 好 那我發現他 好 繼續前進 啊這個 剛剛就沒抓好 死了就很可惜 這樣就沒有辦法推進 那現在墨基本上也都是敵人的 這個時候應該要怎麼樣來應對呢 好就是大家 這個牆塔 因為我使用的紅雙槍是有種子炸彈 種子炸彈三角形 它是跟黏著炸彈不一樣 因為黏著炸彈是 欸 它是會黏住的 它是可以黏在塔上的啊 黏在這個地方 可是 種子炸彈就不行 可是種子炸彈的 反應時間很短 就是丟出去過一下它就會爆炸 所以 呃強塔的時候如果大家有用種子炸彈的話 就是蠻建議也可以先跟朋友或自己在練習 就是要多練習 就是要多練習 大概要抓一下你丟出去的距離 剛好可以停在塔上 不一定要很精準的停在塔後面 但是我覺得要可以停在塔上 因為還 還蠻多人 就是習慣 一上塔 然後沒有發現炸彈直接被炸死 那其實這個牽制作用非常好用 那這裡順便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這也是 呃我在 打牆塔之前 這個 那個 麻豬的 團內的朋友跟我們講的 就是說 牆塔的時候 其實 就是 如果我們從側面圖看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從 上面看的話是這個樣子 就是如果今天 呃炸彈是丟在這一個位置的情況 你在它對面的這個位置 你躲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是不會被炸到的 就是這根柱子是可以保護你的 但是就是要剛剛好 呃 這樣算什麼 就是 180度嗎 就是剛好你要躲在它180度 如果今天炸彈在這 你就要躲在這裡 如果炸彈在這 你就要躲在這裡 那你是不會被炸到 那 呃 我要講 這一邊立體的 這一個 呃 這個要怎麼講 就是所以說 左邊這個就是紙炸彈 黏著的炸彈也一樣 就是今天如果黏著的炸彈是丟在這個 斜角上 它如果是放在這個位置的話 你就要躲在它的正後方 你就不會被炸到 那還有什麼情況要注意呢 就是 呃 就是如果今天 你是 好我們一樣從上面來看好的柱子這樣 如果今天是狙擊的話 狙擊 通常應該很多人都會發現你站在塔上 狙擊射你的時候 好像都會射死你的原因 是因為 如果你今天變成 呃 章魚或是花枝的形狀的時候 你躲在 躲在墨裡面的時候 其實你是很躺著 所以其實你的人是露出來的 所以 當狙擊在瞄準的時候 它是可以殺到你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們在搶塔的時候 對面有狙擊 但是你又想要站在塔上的時候 這個時候非常建議大家就是 以人的形狀 站在塔後面 因為 這裡再畫一個好了 如果你是 塔上 你是以人的形狀的話 你會剛剛好站在這個塔 狙擊射的時候 它是瞄準不到你的 但是當然還是要看一下 如果譬如說它的那個線是從這裡的話 它當然還是射到你 所以我們要看著那個線 就是在 就是會有一個很小的幅度 去移動 以人的形狀 以人的形狀去移動 對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避過狙擊 瞄準你 然後你又可以站在塔上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在搶塔的時候 呃 蠻關鍵的就是 如果今天我們是站在塔上的人 有的時候 呃 在最後關頭可以贏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很會站塔 就是你會在這個塔上 你會在這裡這樣游走 對 因為 如果譬如說你的隊友 起了一個很大的牽制 今天在塔下 只有敵人一個人 在同一個方位 或是兩個人 在同一個方位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光 在塔的周圍這樣站 站得好 你可能就直接就逆轉 就可以贏了 對 因為塔前進的速度 也不算很慢 所以這個 呃 站塔的技巧呢 就是很適合 呃 在只有敵人一個人 一個人 或兩個人 在同一個方位的時候 但是譬如說 如果今天敵人在這裡 跟在這裡的話 那當然就沒辦法 因為你躲在哪裡 可能都會被射到 所以就是大家也很 呃 蠻建議大家 就是可以跟朋友 一起開一個死防 然後來練一下 強塔的 站位 就是 譬如說 呃有四個敵人 你的好友 然後輪流 把炸彈往塔上丟 然後你要看你有沒有辦法 在塔上這樣 呃 走旋 然後都不會被炸到 然後他還可以持續前進 這個我們之前團內 有進行這樣子的練習 所以 就是 效果非常好 其實真的蠻推薦大家的 好 又沒墨 好被丟到一個 哇這個時候也只好往後退了 喔右邊有一個喔 左邊也來一個 右邊還有一個 在下面 OK二打一 小心 喔剛剛這個 這個其實就很危險 就是 這個 這個還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敵人 就是大家 這種時候其實就是很 會很想要趕快上塔 但這個時候很危險 就是這裡其實有一個炸彈 所以 如果你要上塔 又不想要被炸死的話 你就要站在這個位置 但是通常 很多這個炸彈的用意 是讓你上去的時候 你已經來不及看到了 好 那如果今天它是中置炸彈的話 那我必死無疑 因為 黏著炸彈需要一點時間 那才會爆炸 但是 好像在 就是我一上去 馬上有看到 所以趕快下來這樣 喔我的隊友 也剛好被柱子打住 所以沒有被炸死 好 摸水開架開下去 好 先拿下中軌 這個大範圍的 壓制很好 好現在二 4打2喔 我們現在推進了很好的機會 我的隊友已經把 魚往前丟了 我的隊友已經把 現在塔上死一個 我還是習慣 站在這個位置 來做一個牽制喔 就是 不走上塔路線 因為我的攻擊距離比較遠 因為我的攻擊距離比較遠 好的 現在剩一分鐘 好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去 有 算是贏了 小贏的階段 所以其實維持住也很重要 但是 如果可以往前推當然是 更好的 好 現在40秒 緊張緊張 這個 這一場我打的應該是很緊張 但是又很謹慎 好 現在又是4打2局面 我們真的很有機會往前推 好 現在已經往前推 我要殺掉一個人了 OK 這個時候我就會想要 有點往前 但是我覺得這個舉動好像不是很好 因為 因為其實我 我其實 這個 雖然想要趕快推進 可是 你在往前推 地上的末又不是我們 居多的情況下 其實 真的很不容易看到敵人 所以 其實我這個 決定也不是很好 也是蠻危險的 等一下 我根本看不到敵人 然後 就會 死 剩20秒還死 這是一個 非常不好的一個舉動 但是 我的隊友看起來好像還蠻不錯的 喔 現在幾乎殺掉了 剩13秒 5比17又再殺一個 哇 這個 最後最後的最後 真的還是 就是 非常感謝 這些 呃 這個 隊友的支持 然後四個人都在塔上 四個人都在塔上 哇 Fall in love 好 然後 呃 還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是我前一陣子才看 看那個 呃 一個其他日本其他玩家講 我才知道 就是 如果 呃 當然 在我們在進攻的時候 很多人在塔上 其實是 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因為你很有可能一起死掉 但是 呃 搶塔的時候都會有這個關門 這個關卡 那這個關卡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大概幾秒 呃 就是幾個分數的倒數 那它其實跟你一般在站塔上的倒數時間不太一樣 一個人在塔上的時候 其實時間是會數的比較慢的 就是 兩人比較多在塔上的時候 它倒數的時間會加快 就是只有在這個 這個 遇到這個的時候 所以 大家看如果譬如說 在進攻的時候 呃 我們已經到了這個關卡 然後敵人也殺掉了 那這個時候其實可以一起站塔 增加它倒數的速度 這樣子 對 就是 我前一陣子才發現 蠻有趣的 那這個時候 敵人丟了一個這個 這麼大的黏著炸彈 然後這麼多人在上面 其實就很危險 應該會死很多人 但因為已經剩8秒了 剩8秒也不代表一定會贏啦 因為如果假設全部死掉 那他們開始推進的話 強塔的 的延長時間 是沒有 實現的 如果 呃 你一直都在塔上 的話 沒有下來 的話其實它會一直延長到結束 好 看一下 欸 結果一個人都沒有 你看隊友都很強 大家都知道 我們再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時間到了要下來 呃 好 好 炸彈丟下來了 好它快爆炸了 大家都知道要下來 所以大家都非常有經驗 然後這時候因為我站在 呃 我站在這個 我站在這個柱子的 180度角的後面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這兩個人 都不會被炸到 然後我們就要準備來享受 勝利的一刻 3 2 1 這 其實我原本以為這場打完 應該還要再打一場 可能才會上X 哇 這個 KO這種感覺才太好了 穩扎穩打的一局 好 來看一下 享受 喜悅的一刻 喔~~ 終於 哇這個 一定要排行照下來 這個 實在是太令人興奮了 我大概 打了 我印象沒猜錯的 沒記錯的話 痾 我大概從 1月 的時候開始打 開始往上爬的 然後也就是想說 各模式可能可以開始往上爬 然後 可以打 看哪一個模式可以打到X 那一開始我原本好像是 我覺得好像 搶地 蠻有機會的 好像有那個時候好像 每個模式一度都有打到S加E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牆塔就突然掉到A加 然後 鮭魚好像也掉到A加之類 然後我就開始有點心會意了 哇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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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帥了 然後 痾 就是上了X之後 就是如果你把 左邊的香菇頭跟右邊的香菇頭一起按的話 它就會做出這個X的動作 就是 很帥啊 有點 就是一種示威的感覺 對 那 我剛剛說之後我就發現 痾 打 牆塔的時候 好像 比較可以得心應手 因為每個模式其實都有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觀念 就是大方向的觀念都不會 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可是在一些小地方的細節 就會有一些差別 也槍塔上 那我又比較快可以掌握到 槍塔應該要有的 技巧 跟 我自己選擇 槍的 位置 這樣 那還有一個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 算是小撇步啦 因為 你當然往上打 你還是 如果你每個場地都很熟悉 你每個場地都知道怎麼應對 這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還是有一個小撇步就是 大家可以盡量挑 你比較擅長的場次 就是 譬如說今天如果 像如果我用紅霜槍 其實我就很討厭打 呃 好像是海洋 海洋博物館那一場吧 就是很高很低那一種 因為 他的腹地太小了 那我拿中長距離的槍 又是紅霜槍 他也不是狙擊或是草莓槍的時候 呃 我就覺得很容易 我就打的時候其實打得蠻辛苦 就很容易會死掉 要不然就是被烙背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其實 你很容易打一打可能就掉結 所以其實 像 我打一打之後就會發現 你自己會有習慣一些場次 你比較喜歡 那你就等那個時間點出現的時候 再去打他 這樣子你的勝率其實會是 比較容易往上爬的 然後 其實 打上S加之後呢 通常來講 他的勝率要求應該會是在 7成 到6成之間 也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要升級的情況下 你要連贏大概10場 那輸的場次可以到6場至7場 我也有到8場才掉下來過 那 他 一下我想一下我要講什麼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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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在 打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看一下左下角 他那個 八個人綜合下來的分數 如果你今天 因為他 我之前有看過 就是戰力 戰力分析這個東西 就是如果你今天打的是 比你自己分數還要高的話 你打贏的時候 他給你的 就是你那個 呃 等級的那一條 你會升比較多 但是大家可能就會想說 那我要怎麼知道 我的分數大概在哪裡 呃 那 x的 呃 像x的最底線的分數是 2000分 所以通常你在 s加 9 像我剛剛在s加9的時候 我的分數大概會在19 19 19左右 或1800左右 這樣子 那 通常 有時候你打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打完 輸掉了 可是你可能沒有列痕出現 那個時候有可能是 對方的分數是 比你的 呃 的戰力值還要高的 所以你不會有列痕出現 這樣子 就大家可以 邊打的時候 大概邊看一下 如果譬如說今天你遇到就是 欸我好像都沒有看到 這個綜合的分數這麼高出現過的時候 就是 更要冷靜 因為贏了的話是 會有類似獎勵的東西 就是它會給你 前進的那個分數值會比較高 對 好 今天 就是 分享最後一場的這個喜悅之後 然後 後面的話 會陸續再放出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x 上了x之後它會有10場的計測 就是它會 讓你 因為你上了x之後 你要打10場 然後它會讓你 打各種不一樣x power分數的人 然後10場打完之後 它會 給你一個分數 那 上了x之後就是 依照這個分數來做排行的 就是如果譬如說 你今天x power 如果是譬如說2400 2500的話 你可能排行就會是全 我不知道它是用全世界來分啦 就是大概是500名左右 對 那 你也有可能 這10場打完 你又掉回s9加 s加9 也是有可能的 對 所以你輸太多長 還是有可能會掉回去的 對 因為它的最低的分數是2000分 然後每個月都會重新計算一次 所以說 如果你今天 上了x 可不可以不打 可以 你就會一直在這個計測中 因為它是每個月會歸零的 所以 如果譬如說你打 你好不容易打上去了 然後你可能 也還沒有確定說 我自己可不可以這麼順遂的打下去的話 那就不妨把其他模式也慢慢打上去 你就可以 最起碼你可以 有一個模式維持在x 這個樣子 就是 看了以後心情會非常愉悅 因為有時候 你跟朋友打 s加9 是不會顯示出來的 對 它只會顯示你是s加 這樣子 然後 上了x之後的分數 就是都是以 xpower來分 所以你贏了它就是加10分 20分 然後減 就這樣減 那 其實我這邊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 今天大家打上去 計測完 你的xpower的分數 假設是2200 好了 或是2100 那 其實 會比在s加的時候 我覺得會過得比較好 因為 s加你是連輸 大概 6場 就應該說你總共的敗場 如果是6場或7場 其實你就會直接掉一階 可是 你在xpower 這個情況下 你有的時候你可能是 輸5分 或是10幾分這樣子 那這樣算下來 6 就是 我覺得 比較不容易會掉回s9加啦 s加9 這個樣 就是比起在爬 往x上面爬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目前這樣看起來 我覺得 從s加0 到s加9 其實比 在x還要 難 生存 因為 太多因素 然後再加上 每一個階段 只有 你只有6場可以輸而已 好 所以 也是 穩扎穩打 慢慢的累積經驗 多打 多看 多學 這樣子 就大家都會很有機會可以上x 那 今天 這個 令人興奮的x之旅 就到這裡 搞一個段落 那我之後可能會再放上 呃 我這 2月份的時候的 這10場 記策 然後 之後可能也會 繼續挑戰其他模式 因為現在另外三個模式 大概都s加1 s加0 左右 那 也希望可以在各個模式中找到 對應的方式 然後再分享給大家 讓我們大家攜手前進 往 x的方向 嗯 沒錯 所以這個 我們再來看一次好了 哇 x啊 好啦 感謝大家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掰掰